现在来讲市场还是比较关注一些内需部分的 其中一家都是李宁市相对的特殊的一家 特别是他们现在来讲我们留意到在品牌推广上 或者是并购商来讲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特别是在现在来讲有计划了并购这个凯胜的一个 有求拍的一个业务 这个对他未来的一个扩充的业务发展来讲 这个是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但是业务的开脱主要是有两方面 就是说自我业务的开脱 第二是透过并购来进行的 这方面两方面来讲 我们看见李宁都是比较花时间和花的精神去进行这方面的业务的矿中 所以在投资界来讲 如果从内需特别是休闲服装来讲 李宁是一个他们手上面来讲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个人看09年的下半年 人生里应该都股价来讲都会有一个比较好利好的一个表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